星期三,我要投机,主持KC,由KC主持,以分析每周杠杆式投资产品,希望观众能以刀仔鞠大树,战胜市场 好,回到第二节,第一节先讲讲道志,再讲一讲,英国公投就会明天进行,明晚香港时间,去到伦敦应该英国时间凌晨4点钟,星期五,我们中午都应该答案了,初步应该都准的答案了,就可以知道,到时跟雨逢,星期五,就是说明天市都会比较观望一些,都是全球那样的, 我相信过,其实大家都有类似估计的答案,所以先看道指,道指最上星期就是这堆棍,日线图,每棍代表一天,先前上之牌,先前出现过这双顶,这两个顶,这两个顶颈线就是到了,破之后最低位1万7000, 好像是elen十四,并且是坏值的一万7400,好像是企实的,一万7400,已经去到现在推出了一只,这根羊粥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这支羊粥,这支挖,这支羊粥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这枝羊粥即是说这个箱顶走着高收花基本上又是走回 如果我们发现导致在未来这段时间都是一个横行的上落市的话 其实都是类似这幅的东西 都是一个通道下落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如果我纯粹用线去画就可以是一个区域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就是导致 就会是类似一个这样的物体 然后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走成 Mars 图了却很脆上去又撞了一条线 然后又继续不再升至 然后又走低一点 如果这条线有反应 如果导致基本上上面一万八千点应该阻力很大 相反上既然一个上落市 肥仔有没有印象 如果上落市不是走单边用什么工具 可以用STC或者RSI 用STSochastic或者RSI 这两个简单点大家容易拿捏 开两个RSI与STC出来 看看有些甚麽显示 好了 RSI我简单用9天 好 看看Sochastic 看看随机指数 挺不错的意思 留意一下这一架 上落市 每次穿完都真的留意 今天已经开始发展到这样 看到吗 也就是说 刚才第一节说的那些 上两次这两堆出完之后 都好像导致有一股下跌 这一股现在好像又再来了 那你信不信呢 我纯粹什麽都不看了 只看这三个搞不搞呢 那都可以搞 我会 就是我选去买去堵 我会选去堵 第二个你可以想想就是这个 就是RSI RSI也是发生了类同的事情 上次RSI我们发现RSI都是在40 和70之间上上下下下全 上下下跌 每次去到70这些位置都好像已经 都去不到 都去不到 下面又找了我支持 下面这些水平也是导致可以看到底向上升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是这样看的,其实RSI都是可以有条锁力线在那里顶着的, 都顶着了,所以反过来,在这几个顶,这个是死定的,因为这个是Uptrend, 但是RSI见到70-80那些在这里,如果你说一般那些,超卖要沽了,你就在那里沽了, 结果一万六千块开始沽了,沽到一万八千多,你还不在包,所以我说在一个上升单边趋势里面, RSI你不要相信它,因为超卖是overbought的信号,死定的, 然后反过来,如果在跌市里面,你又不要相信oversold,在这里冲下来的时候, 你相信这些超卖区你就死了,你在那里买又死,在那里买又死,在那里买又死, 在那里买又死,结果在最终极拿你命,一下子抄下去才冲上来, 你就在那里已经爆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反过来,如果上市的时候,它的顶底就准了,所以RSI是这样用的, 记住了,不要再误信残言什么超卖超卖,你有没有听过我说超卖超卖的? 我从去年,我只是串人说超卖超卖,因为我从来不会告诉大家, RSI是在超卖区超卖区的,因为根本是不对的, 好,如果我们现在发现,刚才说了这些东西, 有stochastic,摇摆指数有这个讯号, 我就不倾向去买道指, 再加上道指前两天都是上长脚,一见都是熟一条脚,上面影线, 始终买上去的人过夜以前都不是那么勇, 到最后都是盖仓算数,所以我建议都是继续沽, 都是区域上落市,但是如果这个时刻我就以沽仓为主。 好,道指看完之后就看看上证,上证指数, 上证还没突破,还在砌头肩顶, 基本上是定镜,我说是这个, 左肩,右肩也是这一堆, 颈线也没有变过了, 就算这样跌下去,又升上去, 反而昨天就撞了一条平均线, 这条应该是一条30天来的, 应该是一条50天来的, 再一条50天又跌下去, 今天又出了一支阳烛, 其实都是摆来摆去摆来摆去, 成交量就没有特别高与低, 反过来我发觉很有趣, 这支阳烛,昨天的阳烛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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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夾高车去堆,始终都是主菜,不是直接买上去 自己去判断后市是怎样的,我都是在等形态突破 如果你问过我自己也是 如果我上证我不买,如果杜子刚才有这样的缺乏的话 杜子对上连续升了三天,裂口升了三天,越升越高 2088点,成交率今天也会多一些 前两天这两支羊竹的缺乏都低,比起队之前出阴竹相对是少很多 所以我是否在这裏够胆买上去,我真的不够胆 而且上面的空间也有限,上面始终升穿了一堆平均市 可能你说補一補裂口,裂口在21000点,裂口应该是在21000点 補一裂口,有权裂口的裂口也会不多,200至300点左右 我又是去那句炒之前,如果你看经济好不好,或者看整个气氛 那你都是没什麽好因素要买上去,也没什麽好消息短期裏要买上去 所以在现阶水平要我买钱我就不赞成他了,如果纯粹看回这个状态 都是Sandy,Sandy,Sandy,Sandy 在这些位置一夹高去这些位置就裂下去,如果这个裂下去的话 我相信都是要穿了这条线,穿了支援线才可以考虑 就是你要有很多把握的,都是要穿了这条支援线 穿了这条支援线,就是穿了修穿了20,000点就可以很放心地裂口 如果现在这些位置你裂,就是摸个顶 如果裂了的,止蚀的,我自己就会摸个顶 就是摸在这些高位的顶,如果不穿的我都 而摸了的,我都是用这个作为止蚀 好了,刚才朋友,有些网友提过郭子 郭子其实是对的,这一组 的确是出了一个 即是黄昏之星,黄昏之星出来之后 亦下跌了一个很大的幅度 然后又慢慢咬上去,其实跟恒指类同 但是它上面接下来就开始阻力越来越多 这条线不可小规,这条150天平均线 因为上次这个顶也是给850天顶住的 这个顶也是给850天顶住的 所以这些各线去到这一堆,大家可以 事顾,事顾止蚀看自己量力而为在哪里斩头 如果我纯粹看图,我当然可以找一个 黄昏之星的顶位去做斩头位 例如炒炒的那些就提议不了 只不过告诉大家 复陶有这样的阻力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些作为一个参考 指数方面 指数方面 你觉得 说了几只 先说日经 日经 日经指数 就是上星期穿了通道之后 跌跌得很急的 跌到15,400 又咬回来 跌到你的stop 16,600 现在就停在16,065 基本上日经大图画 我觉得是没有怎么变的 都是这个通道去破了 先前说过有个小头片顶 这个头 这里出现了一个头 这里出现了一个头 好 不好意思 这里出现了一个头 这里出现了一个头 这里出现了一个左边 这里出现了一个右边 脚线这些滑了 穿脚线 真心说 这个头肩顶是走完的了 如果纯粹这一块头肩顶 因为头和脚线 大概是一甲半左右 这里跌下去 一甲半就已经是地牢收 15,400都到了 炒了这些东西就到了 炒了这个通道 炒了这个通道 炒了这个通道就还没完 现在是后抽 看看是否抵得到 如果抵不到 或者做沽那些都可以继续的 如果你穿了有机会 穿了 你说我死不顺气 跟它捏过 我看股数都是不行的 那就用这堆军线来做目标 这堆平均线的 那是16,600左右 那你觉得如果它跟着我们的指引 如果它是161平仓 那应该怎样加呢 如果现在我会对抵 我会对抵 但是我只虧了 既然今天日经是这样走的话 我会停止落 其实始终它是收穿了少少 161 但是今天日经也是161附近 然后已经不再走 就是收了一些阴热 我也是会跟回161这些位置 我倒去一百几十点 会这样做 我纯粹当这个形态通道下跌完 然后后抽后抽 希望再跌下去 如果第二个再安全些 如果你现在队的指示很短 那这个我就觉得倒得过 那反过来 如果它未来一两天 再出一些阴热 而破了昨天这枝阳热的底位 我觉得在这些位附近去队 就可以信心大很多 或者那个成功率 我相信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会高很多 今天就不太作准 因为今天看到成交量其实是低的 其实前两天的 就算是上升来说 成交量也是低的 对比起之前下跌的那些 成交量是低很多的 OK 大致上是这样的 就是道指如果纯粹信它是一个 约规划的话 我都会选择沽 上证其实都没有一个大方向 都是等着突破下面 砌头肩底出来 不过你头肩底不穿 就走上去的 但是要穿右肩 所以如果我去回 刚才上证的话 你除非抽穿右肩 抽穿这个位置 又或者抽穿也不出奇 因为如果我当这个是头的话 它左边有两个 现在左边出第一个 有机会出第二个 其实都会在这位置徘徊 它很离谱地升穿三千点 我觉得整个图画是改变了 如果不穿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改变 即是这个失败形态 就不要做了 不做我当然不做了 所以就保守一点 不做 我宁愿观望 我都是看它死的 不是看它好 因为 又看基本方面 你没有好的数据 或者没有好的政策 也是没有好的报道出来 捧它上去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創新歌 这些负债 没错 前两集都提过这些 其实南海越来越不稳 已经说了 如果 很多忍忧 九段线 如果仲裁出来 结果是不支持中国的话 就会拆出走火 拆完政治这些没人看的 其实这些是息息相关的 你想想真是爆单东西出来 有军事行动 其实怎会股市还能升 没问题 其实反过来 整个形势挺危险的 我真的不觉得股票是应该怎么去买的 你问我自己 我自己买股票 基本上是没有货在手 全渣现金 我提到一个位 一战和二战之后 股市反而是 经历完一战和二战之后 股市是升多 必然 那你战后重建 不是 就是 一战完 一完的时候 是比开战的时候 之前高的 反而又会有这个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现在还没战 到时战才拿那个 再入市 那个数据出来 大家分享 好 那指数方面 大致上 大致上 我回来就说 那些 油甘梅 油甘梅 好 我老公 整天我只会想找华记 简直是流年忘返 是这样吧 让我介绍一件好东西给你 拥有五角星做标志 来自马来西亚彭亨州的猫山王 100%树上熟 每个星期直送到港 保证新鲜 星期三 下午节单 星期五就有得利 每个还有四磅以上 都是卖480元 试试这件 包你和你老公一样 找我找上瘾 你都想回味无穷 流年忘返 快点来MIHK订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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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